注意点 上班扁鱼 李总今天在办公室呢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严秘书 这出来上班 摸鱼才要挣钱呢 那工作哪叫挣钱啊 摸到一分钟就是赚到老板一分钟的钱 挺闲 是吧 用手握手线 李总 我这不是劳一结合吗 我刚工作做 还用我就出来放线 我干嘛能不能找事做呀 整理生文大 下班钱给我 我 这 胡呆 我都提醒你多少次了 上班别摸鱼 这下好了 被逮了个正着了吗 我 这 这能拿得倒我吗 真是 LATEL 李总 这么快把勺干嘛 我喜欢你 李总 说啥呢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可以给我答复吗 咱们公司不允许办公室练情你不知道啊 再说了你这事这么突然 怎么给你答复啊 那 那怎么办啊 你先回去吧 这事不得给我几件事先想一想啊 我 我得静一静 可是你不是说我下班之前要把那个报表弄完吗 我还没弄呢 你也静一静吧 你那个事给严厉说 呃 行 好 也不愧是我 嗯 不对啊 我上台问你这事的 我刚才办公室门口都听见了 你跟李总表白了 不是 怎么也不见你跟我表白呀 我这李总差哪了 密准误会了 这是我在网上学的小妙招 跟自己老板表白 你看啊 他如果答应了 那我是不是直接容称老板娘 他如果不答应 他也会因为尴尬 就不会再给我派活了嘛 嗯 那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你并不是真心想跟李总在一起的 那肯定啊 他那种女强人那谁喜欢的 那以后有孩子他不得随他性啊 那还得了 有道理 那我也去 不是 你干嘛 我也去跟李总表白呀 这样子他肯定会拒绝我的 也不会给我派活 我就有空陪你玩游戏了 不是 你表白什么 你别整那幺蛾子了 咳 就会被你吃 啊 呃 李总 都听见了 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啊 什么 什么问题 不是 我们事业型的女强人怎么你了啊 有软饭摆在你面前你不吃啊 再说了 大家同性啊 哈哈哈哈 颜秘书你看一下这个合同帮我过眼 哎 这是什么呀 这不绑头发的皮筋吗 怎么了 皮筋 男的女的 肯定女生啊 谁家男人戴这个 我就帮他保管一下 邝总 现在衣服范围挺广的嘛 还能帮别人保管小皮筋吗 说什么呢 这不是举手之劳吗 又不麻烦 那我待会开会的时候 让所有男同事都给我绑上小皮筋 举手之劳吗 对吧 说什么呢 你有病吧 莫名其妙 哎 你回来 你把那个皮筋给我 你要拿着皮筋吗 哦 你想让我把这个东西拿下来给你 你能不能用点高级的手法呀 我说了也帮别人保管的 给你了我待会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交代是吧 不是 哎 哎 哎 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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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说了我帮别人保管 你现在丢了 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 我怎么给他交代啊 简单 我再给你一个就好了 啊 等我一下 雷达 喜欢带是吧 来 带这个 不是 这 这啥玩意啊 这是 这跟小皮筋一个属性啊 鸭麦袋 不是 哎 他现在都到楼下了 我待会下去接他的时候 我带着这个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 他现在很敢来公司是吧 我特要看看是哪个小狐狸 哎 哎哎哎 天哪 走好吧 就是你 是吧 我找你很来不及 你想赶到公司了 哎 你以为你的小皮筋能卷上主权了是吧 你看过他带的事 不是 哎哎哎 我想走好 小少年纪不修好 本来抢我 我要看 他谁啊 呃 他是 哥 对呀 怎么了 小姑子 妹妹 妹妹 那个 你小皮筋在我楼上呢 我现在就去给他拿 很快的很快的 哎 严秘书 这两天我不来公司了 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 男女人 女的呀 那你去拿个请假单 走一下流程 不是 我是老板 我离开几天我还得请假呀 哎 哎 第一 你只是一个挂名的老板 第二 咱们公司可是有规章制度的 你身为老板得起太多作用了 我 行吧行吧行吧 雷特 那各部门都签完字了 我自己都签完了 就差你了 你这个字 写的也太丑了 你纯媳妇吧 你管 不是 你故意的吧你 我想看正卡 哎呀 我见个人 这么麻烦 老人家做什么 你去见你妈呀 对呀 我打算回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 这我爸刚好也在 那你不早吃 哎 批了批了 莫名其妙 去吧 哎 严媳妇 你这两天有空吗 嗯 叔叔喜欢喝什么呢 还喜欢喝白的呀 这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一样拿一个 哎哎哎不是哎 再给阿姨拿点烟锅吧 不是 哎怎么补用 严媳妇 你不懂 年大年纪就该补的 不是哎哎哎这这这这有点多吧 酒和骨片都买了 但我想想还需要买养手吗 哎到了到了就这里 严媳妇 那个麻烦你停一下 开箱会不会香 哈哈 严媳妇 你嘀咕什么呢 嗯 没事 啊哦 那行吧 那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回去吧 啊 回去 对啊 我这是寻思家离 离公司比较远嘛 然后你这不刚好有车吗 然后想让你送一下 哎哎 你送的这些东西 我替我爸我妈谢谢你啊 哈哈哈 老板和秘书同时来立驾 走吧 严媳妇 再不出发迟到了 啊 我们俩出来通知你一下 今天我们俩不上班了 哦 今天放假吗 这么好 哈哈哈 什么放假 是我要来立驾 哈哈哈 还搞不清 那 那你需不需要我留下来照顾一下你们 我这么大人了 来立驾还要你照顾 上班去吧 嗯 那你来严媳妇 我看你是不想上班吧 来立驾还要你照顾 我这二十多年 岂不是白火了 哇 那行吧 我上班去 啊 你先别做 干嘛 要不你留下来照顾我吧 我感觉 我有点感冒了 你刚才怎么不说 你现在才说 我刚才 那不是李总咱吗 我不好意思说 那 那 那我现在要不去公司的话 会不会寄矿工的 这个简单 月底我给你改下考情 算你全行 哈哈哈 那那请 那那那那我不去公司了 需要我做点啥吗 我感冒了 手印了 要不 我塞到你一会儿 你帮我暖下手 哎呀秘书 我只是答应留下来照顾你 你怎么还想趁机吃我豆腐呢 不白吧 我一会儿送你个礼物 我放心吧 哎呀你早说呀 来来来 哈哈哈 哎呦 你该嫌贼了 哎呀秘书 我只是说给你暖手 你怎么还耍流氓呢你 这就算是耍流氓 那也是我吃鬼好吧 哎呀那行行行 拿好了吧 礼物礼物 你别急 我先去给你拿 哎那个 你能不能去帮我买个鱼妈筋啊 啊 哪有男生买这个的 我不去 哎你 哎你你这样 啊 你买了之后拿这个把它装回来 这样你就不尴尬了 这能行吗 哎呀我急用你就去帮我 不哎我 就看着有更多余的份上 快去 哎我去 累到 哎呀我吃完 哎 你怎么回来了 李总 那个 我 他 我 哎 那个他 嗨 给我买这个东西干嘛扭扭捏捏捏的 直接收出来不行了嘛 根本小男生跟我告白 不是李总 我那个字 你上班吧 啊 我 东西呢 呃我去了 然后那个店员说他们卖完了 我觉得 今天可能日子比较好 然后大家都选择今天来事啊 不是你开这怎么这么不靠谱呀 我真的急用啊 哎你要真急用 你今天等一下这样 你先用我这个 我买的时候这里是纯棉的 嘎嘎稀罕 哈哈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